哈喽妹妹 你在干嘛呢 哎 认识我吗 我叫啥 阿龙大叔 阿龙哥 对啊 啥就不见 先右边漂亮了 没有 小宝宝呢 都在学习上 那挺好的 自然小孩子呢 也是客气 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龙 游四方 今天专门过来看看阿甘妹妹 大家还记得吗 对 就是上期说到的阿甘妹妹 在前不久 她老公 因为生病了 然后 不在了 留下两个孩子 他们 相依为命 妈妈你在干嘛会猪呢 我 对我上次说给你买的那个调料 给你买了 那我 谢谢 等一下可以搞土豆吃了 谢谢 我的我的热的包子吗 啊 热的包子 你做的吗 是买的 我以为你可以做包子 你喜欢吃凉皮吗 喜欢 凉粉吗 我都知道你喜欢专门给你买的 买了呢 在哪里 我还没拿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还有我我还煮了香肠 你知道我要来 知道我怎么知道 你不来他不也要吃吗 真的是 哈哈 有句话怎么说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啊对啊 赶巧吧 是 给你带来点东西 好 妹妹你前两天是不是去西藏去玩了 去了去娘家 啊 去娘家玩 你娘家在西藏 对 妹妹 知道你平常干活 你搞个帽子 是不是看一下是不是 我真的挺像的 妹妹戴着帽子就特别漂亮 嗯 是吗 是你 直接摔 直接摔 我啦 很漂亮 哈哈 还两年新衣服 这样的我们拿进去 啊 哈哈哈 知道吗 一块 有点 哎呀 一块 你 这个凉皮啊 到妹妹醒了 就给他戴了 这玩具 这玩具 这鞋子 老大的 妈妈这鞋子我喜欢 喜欢吗 大 大米 这够最大的鞋了 上次的大米还挺 这小妈妈鞋了 哎呦呦呦呦 出了你看 太关了 我去来看看那铺 你煮的什么腊肠 这次也不叫腊肠了 叫腐肠了 行 我去味道好 这种我彻底糊了 我赶紧把它弄了 不然不能说 我都搞忘了 我自己 哦 赶紧加点水 看来没口咕了 常常吃不着了 放鸡 你都搞忘了 别碰了 哎呦 不能碰 不就要哭 刚才演员心情也太 老大 你跟女人带两分 你看 你看 刚刚没醒的时候才好 一醒了 必须都要帮 等他妹妹去哪里 妹妹你最近在点名 没有 没有 就是受了不少 想把她吃什么 想把她吃什么 想把她吃 不带她吃 我要吃我 我帮你做 嗯 是啊 哈哈 你们在这里睡 没事啊 吃两瓶 我 挖个挖个土豆 嗯 我那里可以挖 嗯 用网 用网 哎 干嘛 我拿个 这样我来干 来帮妹妹挖土豆 挖 你咋这么吃 现在还傻子 这是你的片 当初离开家的时候 当初离开家的时候 早说话起开 知道 去没有啊 啊 我 我的时候 就想进家 现在还傻子 这是你的片 啊 你咋了 你咋了 哇 小土豆好嫩 哎好多雪的还好 够了吗 不要挖太多还没糟 够吧 我来我来 我来我来 走 真烦 哇 你看他 好白啊 这有点辣没事吧我来 这种粗活 你能不能吃小宝 对 你不要做啊 说啊我最喜欢吃烂粮粉 哈哈 好吃 要够 停满 啊 哎呀呀呀 爸爸 妈 吃不饭 嗯 嗯 不得了 嗯 这个几个几万了 嗯 这场太开心了 主要就是身体不太舒服 是吗 是你还妹妹你还好吗 状况还好 状况还行 吃的香这么多应该够用的 假如不够的话 跟我说 最近多亏了 你来照顾我 不想的话 不想的话 本来我还说能有腊肠吃的 结果腊肠也不行了 小朋友也不能吃腊的 就煮个土豆吃吧 煮的嫩的吃 这种土豆 吃个嫩的 我觉得应该好吃 哎呦 小朋友胆子大了 拿东西给我吃了 阿甘妹妹在带小朋友 有点不方便 然后刚刚我问了一下 她说这段时间还不错 小朋友也挺听话的 就这两天身体有点不舒服 但是妹妹说时不时做梦 还没想到她老公 毕竟妹妹还是很年轻的 你不要给你介绍你 啊 你不要给你介绍个新忙 不用了 哈哈哈哈 你一定还很年轻嘛 对吧 啊 不用了 看 放下 看我们俩 我很喜欢妹妹这个戏 为了两个孩子 然后一个人辛苦带两块儿子 给她介绍工作她也是不开 毕竟带两块儿子 前两天是不是去哪里了 我看你发的朋友圈 去 去看母亲房 对 因为我们那边就是 然后我就去 马上新鲜的土豆就出炉了 我们尝一尝新鲜的土豆 对 对 哇 哇 吃就要吃原味的 就是刚刚弄一面 要拔出来 有没有味道吗 你熟了吗 不知道不知道熟不熟 你也不知道 没有 再熟一会 好 再熟一会 小朋友挺乖的 知道要吃土豆了 把手都洗得干干净 还用洗链筋洗 从小就要培养 讲究卫生 特别煮的土豆就是不一样 细皮嫩肉的 嗯 让我吃这个调料 吃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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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这个新鲜的土豆果然不一样 好吃 我帮你啊 来来 我干嘛你 哎 我都特别好吃 嗯 嗯 那你给我过来吃呢 不 他自己有什么需要跟我说啊 心还不感冒了 嗯 对 特别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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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拿了没事啊没事 够了你不要打了不够你再跟我说好吧 今天都要吃了 现在还没 你刚那个还没还没 还没打了 没事嘛等他慢慢打了从大外过来吃 以后以后再来 我看你们家水果很多李子啊桃子啊都有 熟了记得叫我 好吧 我肯定可以叫你 那我就走了 人间一凡夫 遥月阴晴一卫舞 长不尽这时间里别哭 哎呀你这干嘛 哎呦哎呦哎呦 难得难得我们一见如故对吧 哈喽大家好我是阿龙 今天到了四川的大梁山的都胡 今天到这边 我们啊 啊用200元开一下盲盒 店家上啥我们吃啥 为啥要开盲盒呢 因为同座餐饮人 我们就随机随便找家店 我们就随机随便找家店 这边有个新开张的店 我们过去啊看看有没有更大的优惠 哎老板在吗 你好你好你好 哎老板娘你好 你好 老板娘很漂亮嘛 送你多百百合花 祝你百年好合 谢谢谢谢 来 啊 这什么意思 你拿着 啊就是就是说我们是到你店里面探店的啊 啊就是说按照这200块钱你随便给我们上 看能不能吃到你们家店的特色 这太多了吧 滚 200块钱多吗 用不着 没没事 消费很实惠的 我们三个人 你看 那先坐吧 我们吃完再瞧 好不好 没有没有 你就照这个200块钱给我们安排 行行行 那我先收招 那我们坐哪里啊 随意 看你们喜欢哪里多了 那就坐这里吧 你帮我随便安排啊 没想到 刚到这家店 今天来的一点早 还没开始上课呢 老板他们还没 我们是第一桌 新店开张 不知道有什么优惠 据说老板说 200块钱的多了 看看能给我们上什么特色菜 哎老板娘这是什么 我先吃点橘子吧 还有水果吃啊 必须都有 谢谢啊谢谢 橘子还挺甜的 来帅哥 喝酸饺子 这个200块钱在内的 啊这个是免费的 还送的 嗯对 谢谢啊 这个 只有这边有好喝 是啊这是凉产特产的 谢谢 那师哥你们是干什么的 呃我们就是专门拍摄这一块的 记录 是吧 对 我还真想找一个呢 这么巧 对 老板娘你没刷到过我 没有 没有 从来都没有 等一下关注一下 阿龙游四方 哎好的 谢谢老板 谢谢 那你应该不是本地的吧 对我今天刚到这边 第一天然后也不知道哪里好吃 就随便随机了一下 结果看你们开张 我就说过来看看 没什么好吃的 那你肯定走对了 走对了 保你试完不后悔 你们是新开的店还是 对新开的 刚开 刚开业几天 几天 对 那你也是餐饮小白了 我做了今年12年的餐饮 12年还叫小白 12年不叫小白 是老餐饮是吧 之前一直是做的夜宵 夜宵啊 今年 两行转行 转行 因为太累了 做夜宵太累了 夜宵每天搞得太晚 咱现在做这个稍微要好一些 没有这么晚 我俩应该是同行 知道为什么 是吧 我也做夜宵 真的 对 那现在还做吗 现在还在做 在哪里呢 在合肥 你做12年了 我做11年 那还真是 那你还是我姐呢 那年龄上我也是姐 对呀 没有 看起来你比我年轻 我今天来早了嘛 我看 我第一桌 刚又来了一桌 对啊 我们正常的是 5点半才开始上课 现在是3点多了 太早了 中午就是2点半之前忙完 然后晚上这一波应该是在5点半 至10点之前 会特别的嘛 对对对 你们应该是刚到的吧 对 刚到这边 谢谢 好 咱们锅里到了 哇 这什么锅子 这叫什么 这是扎皮鸡花 我们家的特色 这叫扎皮鸡花 对 用扎皮做的 嗯 这在 在炒作的时候 里面会放一些扎皮 这样子它才能够更加美 看起来味道非常不错 对啊 入口即化的感觉 等一下我来好好尝尝 好的 先尝一下 老板娘 这是什么东西 这什么东西 这是安城蛋 安城蛋 对 哦 安城蛋怎么这样 啊 这个也是坏了吧 也是我们的特色 这特色还是已经花霉了 哎呦你妈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呦哇这个是腐皮鹌鹑蛋 哦炸过的 对他是经过加工的 我去两个钱这么多 你会不会给我多上楼 不会 你就炸这么多来啊 多了多了我不货 好的菜不重要 重要的是口味 你先尝尝菜吧 好 看看他去咋的 就跳起来了啊 入口计划 味道老棒了 一说就没了啊 这这这都直接可以吃了吧 嗯 我去 大竹鸡子啊 大竹鸡子带你啊 嗯 特别入味 特别糯啊 鸡子一来糯 里面特别入味 香末 老板娘 你要不要等下一块吃吧 你看我来这边也人生记不熟的 一起吃吧 啊 哈哈哈哈 就是朋友吧 对对对 我也最喜欢交朋友 你能看出来 我去 我去 哎呦我去 入口计划 这个这个大批鸡花 是 酪香型的 对特别酪的 入味 味道都 嗯 很香 味道棒极了啊 因为我在这边 嗯 好多地方吃东西啊 这特别麻 但你这个麻辣 真是四种 嗯 我刚说味道 是 这个也可以 应许 比较 怎么样 嗯 今天没走错吧 没选择错吧 对我觉得真的没走错 没到不错 配上这个 挺好的 这个虾感觉很肥啊 又肥又大 这个虾可以就这样吃的 帅哥 啊 我们这个虾是鲜虾 可以两吃的 两吃的 哎呦 就这样吃 虾线好像都挑掉 那肯定了 可以直接这样吃 对 这是火虾炸的 很新鲜的 你尝一下吧 感觉 粘皮再吃更好 这皮它不是 補充这个盖的吗 对吧 粘皮吃它是脆的 对这虾感觉 刚打自然 都是现炸的 虾肉特别有趣 这里面这么多菜 棒 下面还有很多你想不到的菜 哈哈 好多好多蔬菜 这个盲盒开对了感觉 刚刚边吃 边和老板娘聊 我还不知道你 我还叫你什么 啊 免贵心刘 刘姐 我叫刘姐可以吧 肯定 刚刚听刘姐说 她做餐饮 没想到跟我 非常相似 刘姐你说一下 就说你那个餐饮 那个夜宵做了几年 啊 夜宵 整整的做了十一年 然后今年加上这个 十二年 十二年 那怎么又不做了呢 嗯 怎么说呢 运气差了一点吧 就是 嗯 之前 第一次在老 在西藏老海亭的时候 做了五年 然后 嗯 由于这个政府 搬迁 最后面 然后就 被限制了 就没做 后来搬到城里边来 又做了五年 刚好也是五年 然后后面 后面房东 由于资金缺 缺这块嘛 然后就把 商铺卖了 卖了之后 新房东 他就自己做 他就不愿意 住给我 就这样子 我跟你说 我刚来的时候 跟你一样 就在前十几天 我们也一个餐饮店 没你做的时间久了 做了三年多 早上到期了 然后 呃 也是新房东 把它卖给 老房东 卖给新房东了 有这么巧的事 真的 我不骗你 我刚刚听你说 我就觉得我太巧了 好 然后我们 我们两个是同病相联 对啊 同病相联 我想到都是这样 生意都做得好好的 是 然后他爸卖了 然后新房东 他们都自己要做 我的还比较惨呢 我的就是新房东 做去了 连什么都没有 直接让我们搬走 我们也是啊 连转费什么都不给 我们也是 我是花了二十万转了 那个门市是花了二十万转下来的 然后他直接给我收回去 我就活生生的就亏了二十万 对啊 啥也没给 是啥都没给 跟我一样 真的 那必须我这个酒啊 就好了 但是 但是 就是有了 有了他这样子的一个小插曲 才追究了今天 我开这个店 真的 我开这个店 我觉得挺好的 不管是各方各面吧 我觉得挺好的 我刚吃了一下 味道特别好 嗯 菜品是我老公 一个人演制的 你看我们家招牌上面的打的是 左先生的锅 左先生就是你老公 我们 我们只做不一样的香锅 全系上是没有 没有第二家的 独一无二的 目前来说 我吃了这么多火锅 包括干锅 但这个干锅味道确实很棒 说实话 咱们不是因为 我刚刚我们聊 聊熟了 我来说这个 实话 味道非常不错 哎 你好 请坐 请坐 我们才进来做一会饼 人录不去 对 现在 开始上课了 应该六点 我不会打到这个 不会 我不会 有的是不远 难得嘛 对不对 难得我们两个这么投缘的 咱们聊几句 哇 没想到这里还有一供菜啊 嗯 好意思 吃个安顺蛋啊 就是他把炸了一下 然后味道能入进去 嗯 老板娘知道我吃酸萝卜 专门又拿了好多酸萝卜 到底 煮一煮 味道 用四川话说 巴吃的恨 嗯 好脆 吃的非常饱 哇 吃的太太太太突厚了 现在就准备撤了 怎么了老板娘 你走了呀 对走了 怎么了 来来来来 哎呀 你这干嘛啊 哎呦呦呦呦呦呦 哎呦 难得难得 难得我们一见如故 对不对 我知道我知道 来来来 不是我们就是 今天就不要加个朋友好不好 就是开个盲盒 开盲盒 该多少多少 不知道够不够 不够我再补你 不是 不够 哎 不够我就给你 老板娘给 哎呦 多 谢谢 谢谢 谢谢了啊 真的 走了走了 不用了 怎么搞 别拍了 这一段人就别拍了 哎呀 下次来的房产 我们下次在那个啊 谢谢啊 非常热心的老板娘 拜拜 好 拜拜 哎 小语 哎 你看那牛是野牛还是什么 怎么硬在路上乱跑啊 这样太危险了吧 会不会被车撞 可能会 你看 他那个绳子很容易受伤哎 那要么 我来把车找个安全地方停啊 可以 把这个牛给 你就靠那边停吧 好 那个车 那边 哇 他不会咬 踢我吧 他肯定不会 他现在很应该很害怕 这个笑一些牛 哎 他都带着号码牌 砸身一流 看看那个号码牌 你看 刚刚测 我看 刚刚我看一笔 测来的时候 他都乱跑 把纸被撞死 走 走 你看那牛 快点灯火跑了 我能 扔 你别被牛给拉走了 把他拉到路边来 我扔 我扔 太太弄 有人怕他 骑我 你不知道谁家的 你得找一找主人吧 来看 在上面 有没有天后 看一下 看一下他的爱的号码牌 我没有 没有 帮忙去前面看看 有没有村子 真的 我把他踢我 你拉着路边 你拉着路边 现在有很多车 有车 啊 我的感觉害怕我去 我都害怕 我好怕他顶我 你先发吧 我去 这牛在马路上随便跑 真的太危险 来找个地方 把他寄起来 然后找他家里面 好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可以 找一个安全的地方 还有安全的地方 就宽一点的地方吗 就那那那 那个转角那就可以了 对 再来 没有 有 可以啊 那你看怎么给他酸起来 车在草上面 你是还搞笑的 给 给 走我们去找他家里面 好 我床又跑掉来了 他挣脱了 他把这个草给吃了 知道 你又怎么这样 值得一万多块吧 对啊 对于 牛了 大马路啊 舔到 舔到一个牛 今晚吃牛 看到这里有个床 哦 真的 哎 我们去找主人去 现在 农哥去寻找他的主人了 让我看着他 或者再让他乱跑 农哥来了 知道他找到主人了没有 农哥 你找到了吗 那我把牛牵下去吧 减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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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哥 减肥了 找到方圆 几里地是不是 是 没拿 下吧 好的 我们下去吧 下去问 好 去村上问一问 应该有认识的 走 这牛还挺老实的 我看着他嘞 看着 我有跟他聊天嘞 让他比较害怕嘞 你没说故事给他听 没有 你要说牛魔王的故事 他就怕了 我要说农哥的故事给他听 让他回家 这牛肥都饿了 还吃草的 放牛 板牛去放牛 阿龙 放牛 这牛太好吃了 不怎么说 我要骑他 这么小能骑吗 算了 太小了 你们两个今天的配色很搭哎 融为一起了 看你这个是不你说话 今天我们手发运了 捡到一只鸣鸣 是 这份牛得值个两万块钱吧 一万多 太瘦了是不是 你说等一下那个 遇到看 等一下要找到他们家的主人了 会不会搞个牛腿给我们吃 我估计是下面的 对肯定是村子里面的 对 这大哥这牛不知道是不是 问一下大哥 大哥 这牛是问家的 不是啊 下面是一个不是 不是 不是还得继续寻找 不是只要在下面一个 拉我走了 到现在已经吃了 他饿了 回家吃回家吃牛兄 可能是刚才那个大哥放的一样 你看我的车就跑到那里 他跑到下面 然后又跑到你那里 我累死了 小宇 啊 这边有个村子 我估计就在这个村子里 那我们找找看 看看 这边 有个有一家 门打开啊 我问 好 问真名是谁家 好 你看这边有一户人家 我们来问我 牛又跑到这里吃 他肯定是饿嘛 嗯 嗯 放手 怎么给你 来 你住在这个村子吗 嗯 这个牛你怎么认识 啊 啊 啊 你呢 这么巧 大哥你这牛在哪里你的 你呢 嗯 你看啊 我走到那么远 给他牵过来的 叮叮叮 那个牛在那个马路上乱跑 在乱跑 你是不是没有给他牵好那个神啊 啊 不是个女的 是个女的 是个女的 是女的 是女的 啊 啊 人家放这马亂了 哦 是他们家的吗 是 是啊 是的 那就好 大哥 把这刷好 就大哥吧 记好 看看是不是他的 啊 啊 我去啊 我去 吓死我了 这是牛圈 大哥这是你的牛啊 这牛圈啊 这牛棚啊 啊 哈喽 怎么跟你 哼哼哼 都他家小朋友 你说大哥会不请我们吃灯饭 给他那么远拉过来 手都被拉着疼 看大哥怎么说 我们不要说看大哥怎么说 大哥牛放进去了 不是不是 谢谢 谢谢你们 不用谢 不用谢 谢谢了 谢谢 你我懂你 要吃饭吗 到你家吃饭吗 啊 吃饭吗 哦 谢谢了 不用了 大哥 我妈准备去买菜呢 下次把牛酸好 别让他跑了 好吧 好 谢谢了 对 我们今天就不在这里吃饭了 大哥 好热情 大哥 我要在这里吃 你准备什么 招待我 就是爸爸包锅嘛 包锅 没有腊肉 大哥还是非常热情的 是感觉 比较慢热情的 嗯 那行大哥 嗯 这这三个 大哥的一双情网的双子 看到没 这这三个 啊 把牛搞好了啊 走了啊 拜拜 拜拜 大哥 拜拜 拜拜 啊 走了啊 大哥 妈妈坐 一股牛 一股牛 牛稍味 干净洗洗 太难闻了 也没洗天井 就将就着吧 回去再好好洗 今天的你闪闪发光 好了 今天就到此结束 喜盘阿龙呢 点点关注 拜拜